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跑 今天我又带着他俩 他俩的跟大家见面了 这边是冻的 这边是西的 他叫小钢炮小虎 是一条深浪灰色的冬德牧羊犬 他是一条西德牧羊犬 他的名字叫赤兔 他是以猴板毛色著称的赤兔 他们两个现在同时代胎 同时代胎四十多天了 四十五六天了吧 他早一点 他可能四十七天 他可能四十五天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两个前后配种 差不了多少 现在肚子已经起来了 来 小虎上 起来 小虎 起来 小虎的肚子看着更大一点 赤兔来 赤兔的肚子也现在显得出来了 我没想到他们两个会同时代胎 我觉得当时觉得赤兔可能代胎的记录大一点 小虎呢可能代胎的记录小一点 没想到他们两个同时代胎了 这也算是给我的一个惊喜吧 小虎 小虎 小虎呢 我搭配的是这条肚子 这条纯黑的肚子 我这次也是早就想打算给他配一条纯黑的了 所以我非常期待 这一窝小狗 期待这一窝小狗 小虎也很乖 挺乖的 吃素 吃素 我搭配的是后备总工达达 我非常期待达达的遗传 因为达达还没配过狗 所以我想看一下达达的遗传 我也很期待达达的遗传 毕竟达达他的血统强硬 他的父亲是2018年本牧展VA9派次 血统强硬 所以特别期待他的后代 我往这一蹲 看他们两个对我非常的亲 尤其是这条小虎和赤兔 他们两个都感觉特别粘人 好狗好狗 他们两个也相处的挺好 他们两个在一个笼子里卷着 别看东德 性格豹 他对主人也非常的温顺 我摸摸他的小狗 当然摸小狗都是 二十三十天的时候摸 因为那个时候摸小狗 就是为了确定带胎不带胎 现在摸是肯定摸得到了 肚子都这么大了 前来都四十多天了 小狗 都能感觉到小狗的 现在很明显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小狗 小狗 好 吃兔 看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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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兔的小头本很漂亮 看镜头 吃兔 哎 尝那 吃兔的肚子也起来了 看镜头 吃兔上次生了三条 不知道这次也能生几条 咱们一起期待吧 吃兔也很乖 吃兔也很乖 他很听话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吧 有喜欢他们两个的 或者是有喜欢他们肚子里面的小狗的 咱们都可以持续关注 一起期待 我是小跑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